林冠英今天召开记者会 责难国家新闻社马新社 和与国阵有关联的五家国语和英语媒体 抨击他们没有职业道德和记者不专业 并逐一驳斥对方的报道 对于新报宣称 州政府允许海底隧道特殊项目公司 预售31令吉土地 林冠英全面否认 表示对方根本无法出示证据佐证报道 首长指出2亿0800万令吉 是两岸三通一个槟城计划中 三条大道完成三阶段研究 直到环境冲击报告出炉后的费用 但新海峡时报引述马新社报道 写成了可行性报告 对到Fisuality Study还没有完 当然是如果根据合同它可以Claim 但是我们不给它 我们只是给三条大道 已经做完这个评估报告 初步的这个规划的 设计的规划的包括评估报告 房间昨天谣传反弹会将拉队到首长办公室 而马来前锋报报道 首长办公室当天关闭 林冠英今天郑重反驳 在开放提问环节 林冠英拒绝马来前锋报记者提问 而这名记者直接离场以示抗议 另一方面 基于低价马洋房案将在3月26号开审 林冠英一度表明 这可能会影响他来接大选的参选资格 林冠英斥责部分媒体不专业 而国阵策略宣传主任 拿督阿都拉曼达兰就认为 这是在博取同情 他说林冠英一年半前被控 随后就一直上庭挑战反弹会 所以庭讯拖延到这个时候 都是自取的 阿都拉曼达兰讥讽林冠英 雪兰儿前大臣基尔的激公案 审讯到定罪共花了6年 因此林冠英不必担心无法上阵 最后更调侃林冠英能否胜选 或民主行动党保得住宾州政权 都还是未知数